苏秀 苏秀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明清这两个时期 形成了精细雅结这个风格之后 整个的传承的话是非常完整的 没有断代 学习一个手艺 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原来的时候 我们至少有两三万的从业者 现在年纪轻的人还同事的 不会超过50个人 我叫张雪 今年29岁 我是一名绣狼 小的时候 我们一直是在刺绣这样一个氛围里面 像我妈会简单地画一个梗子 就是树枝 然后我们就是那样子做 苏秀它的特点的话是精细雅结 在秀制的时候它的针法运用 或者是它的丝线走势也好 都非常的讲究 就是要把画面当中那种神韵给表现出来 苏秀从原来到现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时代呈现的新面貌 不断地在进步 但同时在每一个时代 我觉得也要有一些创新和表达 其实创新是对传承最好的延续方式 刺绣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艺术的方式 就是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一种很简约的意境怎么样通过设计 呈现出一种很有意境感的东西来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当代的一些图案和题材语言 去展现这种技法 比方讲 我觉得像刺绣跟金属材质结合 哪怕是做成这种日式用品 像耳机啊 像手表啊等等 刺绣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二维平面的 那么能不能呈现在三维的空间里面 像装置这一类的 刺绣它在表达这种立体感方面 会相比于绘画而言更有优势 差不多一幅作品上面有20种想法 就是可以把技法的特点应用在这种题材当中去做创作 看得差不多 那边是不是再高一点其实也没关系 原来我偏内向的 正是因为从事了这个行业以后 通过作品去表达情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会更加的自信 他在他的艺术上有很简单的想法 他能处理这些技巧 在这边刺绣有它独特的原因 我还会去探索 传达出一些当代刺绣的观念 理念和作品 给大家能看到 先生 nickname 他 疼 你看